字幕作曲 李宗盛 我們不是拍攝一顆一顆單位的星 我們是拍攝一個星星的一個特別的組合 所以天文攝影這一半 其實是分了很多種不同的東西 你... 剛才用得到 很粗略地分 天文攝影基本上你可以拍攝這幾樣東西 OK? 第一樣,SAR TRAIL 我稍後會告訴你什麼 拍攝流星 第二樣東西 就是你經常都在現在的公共媒體裡面見到的 經常都說天文攝影師在哪裡拍了一張什麼照片 多數都是在拍攝影響 第三樣東西 就是拍攝星座 其實拍攝星座挺有趣的 你有興趣的話 很簡單的裝備 拿一部相機拿一個Trival 接著就揮鏡頭 那你就可以去拍攝了 慢慢慢慢地記錄下每一個星座 其實挺好玩的 OK? 第四樣東西呢 在傳統天文攝影上面 我們多數都是拍攝這隻的 Deep sky object OK? 我剛才問天文上面有什麼的時候 我跟我說星雲 星雲就是Deep sky object OK? 我自己主要是拍Deep sky的 即是拍深風天底的 OK? 其他東西我也有拍過 OK? 但我主要都是拍這件事 第五樣東西 就是拍Panel 天文上面有幾個大Panel 我們拍到的 OK? 以前我們都不知道拍到的 OK? 是So 好,接著 我們再說一點點的儀器 拍照你要有什麼東西 可以拍到照片 OK? 最簡單的就是一部相機 你一定要有一部相機 不好意思 OK? 相機的要求是什麼呢? 相機的要求呢? 第一,要有B塊門 就是說你可以按著那塊門 開著它,不關 天文視頻有一個 跟其他視頻有一點點不同的地方 就是我們一般是拍一些你看不到的東西 因為太暗 所以如果你沒有B塊門 足夠的曝光時間 是沒有辦法拍到你要拍的東西 所以一般我們要求相機有B塊門 OK? 第二,可以手動對焦 大部分相機都可以 當然了 手動對焦為何重要呢? 是因為你平時用開一些自動對焦 拍攝星星是完全用不到的 OK? 一定要手動對焦 第三樣東西 這個可以選擇的 你可以換鏡頭 或者側望遠鏡 看看這個 depends on you 拍什麼 如果你拍攝心胸的 就像我這樣就要 如果你拍攝外鏡的話 你可以不換也可以 一個闊鏡頭拍到老也行 第四樣東西 可以拍攝 平時你拍出來的照片是JPG格式的 但是我們不喜歡的 壓縮後的照片是沒有的 OK? 做處理是很難做的 所以我們一般會拍攝外鏡頭拍攝 即是拍攝相機拍攝後 什麼處理都不做 就這樣搜尋 OK? 通常你們會不知道什麼 但是如果你是用單鏡反光機的話 一般可以設定保護 OK? 你玩一下玩就知道了 所以 接著 符合這幾個條件的 你可以用什麼呢? 第一 比較多人用的就是單鏡反光機 有人用毛板都可以的 OK? 第三 傻瓜機 傻瓜機都可以的 OK? 曾經出過幾部傻瓜機 CAN拿出過 OK? 是拿來給一些人拍攝的 第四 手機 你不要小看你的手提電話 OK? 如果你手提電話 你可以回去檢查一下 有的同學可以拿出來檢查一下 OK? 有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檢查? 好 最重要你的手提電話 是有 那部部機的名字有些不同的 總之有得自動對焦 可以曝光30秒 你手機就可以拿來拍照 OK? 那有些牌子 例如LV的 LG的 LG的 VDOOT那些 是可以的 OK? 那部Sony是不可以的 OK? 你可以檢查一下 你手提電話 兩樣東西 有沒有手提電話 第二 有沒有 可不可以曝光到30秒 OK? 那如果你真的什麼都沒有 又想試一下拍的 那些 想買一部相機 是不是一定要買很貴的呢? 不是 我會Sony推薦你買二手機 老實實 我自己都是用二手機 我這部是6D來的 二手的 鏡頭也是二手的 OK? 現在市價 二手的60D Model舊一點 但是夠用的 大概2000元左右 OK? 二手的 夠用的 OK? 好 接著 你有相機了 假設 重要一點什麼呢? 就是 但是這件事 很重要 這個叫做電子快門繩 這塊 OK? 幾百分的組品 用來做什麼呢? 你平時拍照 就這樣 拿著走貿上肌肉 按一下 OK? 我們待會會說 拍天文想要連續一晚 按很多很多下 每次準確30秒 40-30秒 你不會花一晚 很準確30秒 30秒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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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拍的話 會拍到你死了 OK? 然後偶爾有一個人跟你聊天 你又忘記按鍵 就忘記按鍵了 OK? 所以電子快門繩的作用就是 一般來說 它是可以設計的 要拍100張照 每張照片30秒 你按下去之後 按鍵 你可以回家睡覺了 OK? 拍完之後回來拿照片就可以了 OK? 那些外國同好是這樣的 那些美國同好 他們因為有個背後 通常只知道望遠鏡放背後 設定好所有東西之後 回房看肥皂劇 然後到時候回來拿照片 我們香港不行了 我想你通常都沒有背後的 OK? 有的我發聲 我會拍的 OK? 好 那第一件事 最簡單最簡單 入門的你可以試一下拍的 Star Trail Sorry 因為寶珠塔和周圍跌光太光了 我已經把照片硬地推光了 但也沒辦法 有點蒙 所以大家忍受一下 不好意思 Star Trail就是這件事 OK? 你看到 不是很清楚 但是你看到一條條線 其實是甚麼來的 你放一部相機在這裡 打開個快捕 30秒 然後關掉 星星在天上會動的 它就在飛躂底片上 畫了條線出來 OK? 如果你曝光時間越長 條線就畫得越長 OK? 你看到這張照片 嘩! 是瘋 你看到這張照片 條線也挺長的 你看到的話 OK? 那是不是要曝光很久呢? 我小時候讀書的時候是這樣的 如果你真的要拍一個小時的話 你真的打開門一個小時吧 但現在隨著科技的進步 不用了 你每張拍30秒 拿一部相機 拿一塊門線 OK? 設定到每張30秒 拍N張 看看你喜歡N是多少 一把都可以的 做完之後 你有100張30秒的照片 每張星星可以移動 然後拿一個軟件 是充電器 不用錢的 然後拿去搭 一搭 它就會幫你搭出一條線 OK? 挺好玩的 拿來做時間席 都可以 OK? 這是最簡單的天文攝影 接著 你不要小看這件事最簡單的 但其實 這件事的神髓 就不只是星星 而是地景 你配合一個好的地景 其實你可以拍到好的東西 香港攝影師 在這個大中山 也有很多人在大中山拍照 在大中山拍的 Sorry一樣 拍得不好 真的無法拍照 其實這個Star Trail很漂亮 另外一個 也是香港攝影師 獲獎的 革林匯治天文台2016年的 一個天文攝影比賽 香港來的 你問是這裡哪裡? 海山樓 變形金剛四那裡 現在很多人在拍照 兩排樓 我個人見識少 他們沒見過那些人這樣住 這個攝影師在海山樓那裡 只是拍Star Trail 那就拍照上面的星星 加上人 他就獲得了 一六年 革林匯治天文台的獎 好 所以 拍Star Trail 技術是不難的 但是你要有一個想法 你要找到一個好的地景 不一定要有很漂亮的地方 不是每個人都跑去 挪威、芬蘭、報告會這樣拍的 你在香港的地方 你有想法的話 你一定會拍到這張好相 好 接著下一張 Milky Way 這張是我拍的 不過又是Sorry 看不到 這張就拍銀河 銀河 你現在看到 多數媒體上的天文視影師 多數都是拍銀河的 你們如果沒什麼特別的儀器的話 其中一個你們會拍到的照 都是銀河 銀河怎麼拍呢 很簡單 Wide Angle鏡頭 看一部相機 Wide Angle鏡頭 多Wide呢 例如我的Full Frame 機 我就用24mm拍的 再闊一點就更好 但是我不想買 所以就隨便吧 如果你是要用APS-C 機 就十幾了 OK 開盡的快門 為何我不開 這張網不是開盡快門 是有些原因的 不過時間關係我不解釋了 但如果你普通的 開盡快門就可以了 接著拍多久呢 你要檢測 我這部機 當時拍的時候 我發現十幾秒已經開始拉線 什麼叫拉線呢 拍出來的星星不是一個鏡頭 只是一條線 OK 所以其實應該頂到10秒左右 不過因為我這張照片是有Tracker的 會追著一些聲音動 所以我拍長一點 什麼叫Tracker我待會說 OK 我這張照片拍了39張 成30秒 Total explosion 是31分鐘 那你就會在香港公演到任何人 OK 不過這裏是我的意思 我拍攝的尺寸不是特別好的 但是是拍到的 問題是你會做的 接著 我本來想問一下你們能否認到星座 但不好意思看不到照片 你就認不到了 其實在哈櫃銀河 這裏是貼節座 這裏是茶壺是人馬座 上面是石堅座的腳 這裏是長蛇座 這裏是天星座 那其實這個公仔 就是這樣 OK 你喜歡拍星座的話 技術也是這樣 OK 放下相機 曝光十幾秒 OK 那你可以逐一的星座在這裏 OK 好 接著 這張 拍銀河其實很 depend上你的環境 香港環境真的不好 但如果你有機會 你們很多的 經常都去交流 澳洲、英國 不要浪費了那個機會 如果你就是有機會去一些 很黑的地方的時候 你 拿一把相機去 如果你去一個夠黑的地方的話 不用搞那麼多事 我這張相機在大峽谷拍的 相機是450D OK 他的相機不是我的 是鄭sir的 鄭漢爆掌的 OK 沒有看器的 接著 鏡頭 我用18FM OK 接著 單張20秒曝光 甚麼處理都不用做 其實你很清楚看到天空 所以 如果你有一天 去到一個夠黑的地方 你想拍銀河 很簡單 放一把相機在這裏 拍二十秒 開著光圈 調到最闊 OK 拍二十秒 OK 那你就會拍到 好嗎 OK 一樣 拍銀河其實 銀河是主角之一 但是其實 通常拍銀河的人 純粹都是地境 銀河如何配合地境出來的效果會很漂亮 這樣才是最重要的 OK 拍攝星座 這張三分鐘的Single Frame 是用來拍攝螢幕的 抱歉 你也看不到 如果你給照片看的話 你應該會看到 這裏有三個星 角落頭兩粒 這裏有一粒 OK 這就是整個力會狀 冬季裏面最容易認 也最多人認到的星座 很多朋友從來都不會看星座 以後都不會看 只要